历秋已过,经过一个夏天的鼠映征薰,眼下很多人,开始出现因是火旺症状,根源在下耗,下亏,下笋,秋初,正是天高气爽,五谷飘香,果实累累的收获季节,同时,气候开始干燥,此时,要很容易出现伤火症状,如,口干,口苦,眼睛红肿,色痛,喉咙肿痛,牙咽肿痛, 口腔溃疡,舌尖泥烂等上火症状,上火,也分不同的情况,身体不同部位上火,症状不同,聚火方法也不同,初秋,放上火,不同症状,用不同降火吧,快速聚火,少遭嘴,症状一,口嘎,口苦,口臭一般来讲,口嘎,口苦,口臭等现象,会出现在睡醒后,御用餐后的时间里, 刷牙漱漱口后,可以得到缓解,那么,属于正常现象,不用过于担心,但如果,在刷牙漱口后,依然无法得到改善,那么,一定要提高警惕,要考虑是身体上火了,对策,泡一杯金桂菊茶,口嘎,口苦,口臭,一般用清热力时,输干泄胆的中草药,搭配泡水喝, 可很好的改善,取蒲公英3.3克,开局0.3克,金银花0.3克,桂花0.1克,制成茶包,每天取一包,泡水带茶饮,可反复冲泡,蒲公英,善清干热,翻干中郁热所见的,口苦,口干口臭,咽喉疼痛等, 均可加用蒲公英,开局,能清干火,散风热,改善火大引起的口臭,眼睛干色等,常与蒲公英配合使用,金银花,出热散血,清洁血毒,对于火气大,引起的口干,口苦,口臭等又改善作用,经常和菊花搭配使用,桂花,性质温和,味道清香,不仅起到中和寒醒之效, 还可以改善口气,四肢搭配,对于火大王引起口苦,口嘎,口臭等效果显著,是不错的选择,症状二,口腔溃疡初秋,很多人会出现口腔溃疡的情况,等起来,还真的是难以忍受,此时,不妨试试一个蒲公英的吻小妙招,可减少疼痛,加速恢复,对策,蒲公英,万福加内福, 咀嚼甘致的蒲公英五到十分钟,一部分内福,一部分流于齿颊,又研究结果显示,咀嚼甘致的蒲公英,耐福加外福,起到双向用药的效果, 复发性口腔溃疡,愈合速度明显加快,并减轻了溃疡病程中的疼痛, 需要注意的是,肝嚼蒲公英五到十分钟后,禁止喝水,残留在口腔中的蒲公英,能发挥较长时间的作用,能有效地抑制口腔中,又害细菌的增生 症状三,大便肝结很多人,上火的时候,会出现大便肝结,贝密的情况,说明造成以上极肠胃经验了,此时,不妨试试下面一个食疗吧, 对策,黑芝麻加蜂蜂蜜,蜂蜜二到三更十,黑芝麻备收,年细末二到三更十,对开水,温凉菌壳,调成糊状口符,早饶各一次,蜂蜜水具有润肠,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,可以改善便米,芝麻可以润肠通便,保持我们大便不干燥,二者它配在一起,改善便米效果不错,可以试试我,症状四, 口舌生疮,烦躁,手足心热,初秋时节,很多人,还会出现口舌生疮,烦躁,手足心热,小便吃热发黄等症状,此时,要小心是心火旺盛了,对策,泡一杯莲子煮叶茶,莲子心三克,带煮叶五片,甘草两克,三车共同放入杯中,加入温水冲泡,将该温三分钟即可,火入心, 莲子心,泪苦,入心精,可以发散心火,一向被认为是最好的化解心脏热毒的食物,但竹叶则能够清热除烦,真金利尿,两位同用,能增强莲子心的聚火作用,加上能够调和百味的甘草,则能驱除心火,但同时又不会损伤人体的阳气。 症状无,眼嘎,目赤,也不分秘物多。 如果,经常熬夜玩手机,也会导致伤火,出现眼嘎,目赤,也不分秘物米多等情况。 此时,除了要少熬夜,少用电子设备,注意保护眼睛以外,还是注意聚火,由内而外的调理。 对侧,枸杞加菊花,菊枸杞三到五颗,菊花二到四朵,热水冲泡带茶饮即可。 枸杞擅长明目,有个外号叫明眼子,对于改善眼睛问题效果更佳。 菊花散风热,平干明目,清热解毒,对用眼过度,眼睛干涩等,有很好的效果。 二者他配在一起,对于伤火引起的眼部问题,效果尤家,症状又,心烦意怒。 好发脾气出秋时节,虽然天气逐渐凉爽,但会有很多人,莫名出现心烦意怒,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。 此时,或许,是你干火了,搭配吧,蒲公英加刺梅茶,取蒲公英跟刺梅花,按照三比一的比例,做成蒲公英刺梅茶,每日泡水带茶饮,即可。 蒲公英,善降干热,即可清干又可舒干,可以快速降干火,利于肝脏恢复。 四枚花,就是眼神的小玫瑰花,要挺温和,能够理气活血,舒干解语,具有镇静,安抚,抗忧郁的功效。 二者搭配,对于降干火,舒干理气,改善心情,有不错的帮助,不妨试试。 症状期,胃部灼热,疼痛,腹胀出秋,人们开始准备进步了。 然而,此时,很多人会出现食欲不振,如果吃点辛辣油腻之物,还容易出现胃部灼热,疼痛,腹胀的情况,而且嘴唇上还容易气泡沉。 此时,一定要注意,可能食物积聚在消化道内,导致胃肠肌热是火,要注意将被火了。 对策,煮点绿豆粥,用绿豆煮粥食用,即可。 绿豆胃肝,性凉,可以帮助去喂火,并且,绿豆还具有清热解度,消暑出烦,绿水消灵的功效,非常适合初秋时节食用。 症状吧,失眠,多梦,一惊醒很多时候,如火干火棒,会出现失眠,多梦的情况,也容易惊醒。 此外,鲜火大,也容易出现鲜肾不焦,失眠,多梦的情况,尤其是初秋,此时,还有秋老虎自念,稍加不注意,就会导致上火,影响睡眠。 不妨试试,下面一个小房,来去火安神,对策,泡一杯人参百合玉竹茶。 取人参,百合,玉竹,蒲公银,苦桥,屋中它配在一起,碾醉做茶饮,每日泡水带茶饮即可。 人参,资音补生,强心气,有助于安神,玉竹,资音润脏,有力肺,宁心安神致孝,百合,入心经,能倾心除烦,宁心安神,苦桥,改善心脑循环,消除疲劳,恢复能量,蒲公银根,可去火消炎,降干火,并且,性质危寒,可以中和人参的热性。 不用担心用人参出现伤火的情况,物种它配在一起,可以很好的,取火,养心安神,调养睡眠。 症状就,鼻干,咽咽,流鼻血,皮肤干燥秋季,是比较干燥的季节,躁郁伤肺,容易导致肺祸,出现,鼻干,咽咽,皮肤干燥,流鼻血等情况。 此时,一定要注意降飞火,对策,淘一杯金银花茶。 中医学认为,金银花,肺肝,性寒,入肺,味精,善于聚肺火,可疏散温热,清热解毒抗炎等,飞火大的人,可以用金银花泡水喝,也可以加些冰糖和少许橘皮,味甜清香。 症状是,牙齿松动,无故疼痛,舌头鲜红,头晕目眩出秋时节。 有些人,还会出现肾火大的情况,出现,牙齿松动,无故疼痛,舌头鲜红,头晕目眩,夜间到汗。 傍晚身体燥热,情绪不加等症状,此时,一定要注意,吃肾火大了。 对策,喝猪腰枸杞汤,猪腰两只,枸杞子,三余六个十五克,共放入砂锅内煮至猪腰子熟,吃猪腰子喝糖。 猪腰有补肾,强身的功效,吃猪腰可以去肾火,但不宜常吃,因为它的脂肪含量和胆固醇含量极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